你看我就说我看这篇这个娱乐媒体的这种例子当头的评论 我就不能不佩服他这种精明 你知道今天这个饭桌上 我就有时候佩服有些人真的是很精明 后比我是这方面比较笨的 就是说咱们交往 我闹不太清楚你对我能够有多大利益 也是因为咱们这种工作 我也没什么求你的 你也没什么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所以反而无所谓 但是尤其你像有些做生意的 包括他们说有些个演员 就有这个天才 一进一个剧组或者一进一个饭桌 马上就知道这个桌子上谁是最重要的人 然后你知道一切的交往手段都是以此铺开 甚至有些人我就发现很有意思 我说今天大家一起见 过不了几天一见 他们俩早就串成好朋友 甚至都已经开始做起生意来了 哎呦我好佩服这样的人 我在职场工作了好久 人家才跟我讲说 真正的职场关系不是你在工作上面 就是你做的好不好 而是下班那个时候才是职场关系 你有没有跟老板吃吃饭了 你们中间有没有传短信 那个才是真正的职场关系在建立的时候 你平常在公司里面 他说都是假的 我才说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我自己以为下班打卡以后 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谁会去管公司同事在干吗 但原来很多高明人是在下班之后才是经营公司的关系 那才是真的比较放松 然后可以建立利益关系 但是还是不要学 为了我们人生的纯粹 真的 还是不要学 怎么叫人生的 就是人生的 你没学好发出了爱名 对 就是人生你还是professional 还是专业 还是 虽然我们都知道 专业以外的使用的手段 得到更大的利益 但是我愿将此生陷于我的专业 好 只于在专业以外得到好 所以在讲话 你把自己的价位递在哪里吗 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有个价钱 你把你自己的价钱定在哪里 有些人就是这么高啊 如果你要用这种比较丑陋的手段 那我尊重了 但是这对你不会 当然 当然我最后也要说 就说这一篇娱乐媒体的这个分析和评论 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我们应该乐观的生活 就是你发现没有 他说的很好 他充分说明 当我们碰到人生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你要晓得 东边日出西边雨 就是人生是一盘棋 我记得有一个外国人写的这个书 就说这个天空不蓝 我们也可以欢笑 这个外国人就说 我原来很悲观 他说到后来我慢慢意识到 就是当我离婚的时候 当我碰到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只是因为时间还不够 每过几年之后 我才发现 那是上帝整个蓝图的一部分 你才会发现 你没有全输掉的 你没有全吃亏的 也许现在婚姻不顺 但是呢 自有好处 在另外的地方